我跟你說一件事,我來了香港,在新加坡我都是找千多元波子,長住的,在酒店那些 我們叫公職金,扣完之後就只剩8塊水,波子金 但是我8塊水都可以供到我的弟弟去英國讀書,我們幾次回家 另外一個弟弟又想開一個印毛公司,租房買機來分析,又剛好我買那些,新加坡有那些萬字票 我投了幾千元,又給了我去開,開了,後來做得很好 這個很好的姐姐,那時候都不知道錢那麼重要 你也有那個親情,想著自己未必是讀到好書,但你也想他的弟弟 我真的讀不到書,真的讀不到書 但是你現在有成就啊 我有心機去學英文歌,我第一首英文歌,寫了中文在這裏 我不懂英文的嘛,我中文都不懂 Yak sa de yesterday Yak sa de yesterday Yak sa de 除了要拼了一個音在這裏,你還要自己記住 就是啊 Yak sa de 我喜歡這樣 我喜歡這樣 這個真的是你的天分和你肯去學,就創了自己一個方向 這個都難得的,Jimmy 我當年由南洋過來北面,我走得對 因為你香港應該屬於北的嘛 像星馬那邊,星馬那邊是南洋的,南北走得對 那後期你怎麼會進入演戲那方面呢? 我做紅館,我做嘉賓啊 那時候他們打電話來叫我 那時候他們找了韻光 那不是要跟他找嘉賓的嘛 他們找了幾個都不適合 打電話給我 Jimmy,有個演唱會,我想找你做嘉賓 我沒看過什麼演唱會,什麼點美演唱會 我說,在哪裡啊? 紅館啊 你真神經病 那時候是不是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呢? 九一 九一 他九零年叫我嘛 九零年,全部都是那些大哥星天王館 才能站上去紅館那邊 我只是走廊歌星來的,叫我做嘉賓 我就蓋電話,說不神經病 然後他又再說,不是啦,真的啦 我沒有空啊,回新加坡啊 然後他就帶了那個監製去走廊聽我唱歌 那個監製說,這個對的 因為我在走廊的時候開始有很多話說的 這個對的,趁到韻先生 就是這樣開始,然後呢,我們做了那一場之後 一月做第一場,我是嘉賓 然後三月開三場,那時候加了葉小姐 是呀,就是那裡大過那裡的那個 葉子媚 是 我親身體驗的 我們練歌的時候,我坐在台坑 那些觀眾椅子那裡看上去 他真的,那裡大過那個頭 可能是角度 她又會留意到那個 不是,神經病啊,我看著練歌 我都等練歌,坐在那裡喝 就是看著他們練歌 我坐在那裡一定是低過那個台的 是 那你那個角度看上去是不是很大 是 她是空前偉大的 是 她還大過那個頭那裡 所以我就說 看來,嘩,真的很厲害 看來自己 哎呀,沒有了道 那個是第二次 三場爆到七彩 因為葉小姐第一次出來 第一次出來做演唱會 因為之前是拍戲的 是 然後張耀永就說 我一定要跟你做過場 那一年,九一年真是我人生的轉滅點 接著在七月,我做了兩場過場 沒有什麼都還沒的 沒有唱片 但我入了電視台 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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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最後一部分的15分鐘 每一部分 我和韻哥的節目 不是,那時候那個節目很受影響 所以我記得那個年代 好像說是 韻哥和朱咪咪 是變成一對 這樣出來的 是啊 現在的人都還要 認 真的 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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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舞台上很可憐 所以我到現在 甚至姚詠叔走過一年 我都在舞台上 剛剛我正在做的 她太太在下面聽 我都說 我有今時今日 真的靠姚詠叔 多得姚詠叔 因為是她給我機會 她給我做過場 同一年我站了三次 這個我想沒有人試過 同一年雖然是我做嘉賓 接著第二次就是三月做三場 我都有份做的 接著七月呢 我自己 其實做完第一場呢 我已經簽到TVB了 就是做那個 本來今次的Hong Kong Chippen 所以一年之內 接著呢 我就接收了 我一直搶開那個尖東的走廊 一個走廊呢 因為老闆在外國做事 可能有點失敗 所以就頂了給我們做 那時剛剛卡拉OK開始 是 那個年代 那時候賺錢真的賺 那你那時候 簡直有份做迷老闆開那個 是 灌上唱片 拍電視 拍電影 哇 一生人 人家一生人 未必做得到的事情 我做完了 我做完了 1991年 91 是我人生的一個